嗨你好這張全部失敗都在小木 啊路易斯你幹嘛幫敵人擋子彈 帶這個小蟲去參加奧運是不是很容易就第一名了 這邊純粹我貪槍啦 你看右邊 啊 哇帥 擋到了 然後帥完就要被抓 我這邊好不容易把所有精英怪都聚集在一起 結果後面的火把南海就輕推了我一下 啊 這麼矮誰看得到啊 我只能說不要貪槍不要貪槍不要貪槍 這段我以為我把那個普拉卡給射爛了 但很可惜他是牛哥普拉卡特硬 勞哥你heaterbox太小了吧 不要再過來 我開槍然後被 哇我射好爽喔快要結束了 謝謝你路易斯幫我這麼多忙 你可以再開槍開快點 嗨你好歡迎回到 第五張的狂戰士PLUS 最高難度你好我好 我是阿中阿純阿成人 網站阿成網站 把東西拿一拿 這張 難的地方在 只能說是只有木屋了 其他都還好啊 而且這張也蠻短的還蠻爽的 不用字幕不用上這麼久更爽 OK 下去之後 這一階段有很多怪我們就 超越恐懼打法 感覺這些作者 聚在一起做的模組特性好像都會有點類似 會互相參考一下對方 的感覺啦 就是我打到後面都有一種 有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逮交不武阿 好下去了然後往後走閃光彈 Yeah 這張也要丟一點閃光彈阿 在小木屋的時候阿 該丟就得丟丟 因為如果不丟就是要逼出極限操作 就好像長官那個什麼 當兵的時候長官在命令你 你怎麼不再努力一點 再多做吉下伏地挺身超越自己的極限阿 這種感覺吧 這邊就不存檔阿 我要耍褲阿 那個 反正把 在這邊 這個位置把怪都點掉 阿不要進房子裡阿 因為不是超越恐懼有幾百發可以射阿 就是可以射幾百發再填單阿 沒辦法 這邊的都蠻多隻阿 也蠻多隻會一直來 所以 會被抓到時間差阿 OK他瞬移阿 呵呵呵 站在這邊一直轟就好了 挺無腦阿 就是怕轟到我們的小姐 然後看到他們張嘴就 拿仙丹槍射一下 最討厭你二級蟲 二級蟲都要等他張嘴才可以開槍 我最喜歡一級蟲了 寄生獸型態 最為 有點危險 但是 但是很好殺死阿 直接丟啦 這邊也丟一顆阿 原本說小木在丟 這邊其實也丟了 要不然 一隻隻殺會太 太花時間了 他們每次都二級蟲 我要打一輩子阿 砰砰 砰砰 反正他紅色人最硬阿 小紅帽這麼硬朗 就先 射一點小怪吧 然後看可不可以 兩三顆彈丸分到他臉上 呵呵 他只能吃我槍的邊角料阿 快要殺完了 殺差不多了 他可以就 就準備去死了阿 來看一下 我 我玩MOD都很喜歡那個 東看看西看看阿 因為 不確定還有沒有怪阿 因為有時候可能怪沒有出來 或是卡住了 然後下一次會突然出來 然後下一次會突然出來 這種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除非這是原版 我就可以很游刃有餘的 在那邊倒著走都可以 直接邊 Michael Jackson 嘻嘻嘻嘻 好 走吧 這邊沒下雨阿 不會吃效能 太聰明了 再打了一大沒下雨 把箱子拿一拿 右邊那個 丟火瓶阿 超越恐懼是斧頭二阿 提超越恐懼你根本就沒有在玩阿 對 因為還沒出來 直接刀了 開刀 小出刀 你死了 你幹嘛 沒下雨你還會生病嗎 還會感冒 不要跟我開玩笑 然後升級一下東西阿 慢一下然後再升級 但是也 做不了什麼 也沒什麼好做的 我真是小打小鬧 修小刀 下一把就把這個 這個升滿了 你的防爆槍 別名 震爆槍 好存檔 我愛存檔 好 撿個穿單 我們繼續走 我要殺狗阿 因為我要 基本上全殺完 然後東西撿一撿 順便複襲 複襲 複襲一下寶物 的位置阿 還有全滅的路線 但是這個沒有做到第十二章之後 所以後面路線又稍微不太一樣 反正你就提早殺 提早拿這樣子 那沒關係啦 然後這邊你看到這個櫃子就是準備打副本阿 這是艾蘇莉特別關卡 然後把他殺掉之後就可以往後拉了 直接往裡面拉 然後待會 有三輪到四輪左右 的怪會過來 差不多三輪阿 反正會有電鋸那些的 然後 你覺得怪快沒了 就出去殺一點 上面的弩箭手或炸彈人或火箭人 在卡這個位置就射就好了 因為一直線的 怪過來是真的很好射阿 在什麼遊戲都通用阿 因為他們過來 然後沒有攻擊手段 就是送頭而已 我往後一點 我怕被炸了 但也還好 你到底要張嘴阿 張牙五爪阿 劍身操 豬哥 豬哥你復活了 好 狙擊 他怕了 他弱狙阿 阿阿好痛阿 八咖阿 我死了 阿不管他繼續等 沒怪就出去 拉一點了 我們先 好 等人好 有電鋸人 他弱箭 恐怖的點是 出去弱箭這件事情 快來就 麥格隆一槍 讓他 覺得 靠我這麼近是不行的 是違法行為 欸 我是覺得 他一定會從這個 細鳳射過來 超準 你知道我只要聽到 他的那個 弱箭射過來 就覺得 WTF你這樣都射得到 反正我就先做 防護措施 先防禦再說 燒到衣服都變顏色了 漂白都漂掉了 再看外面有沒有 那個敵人位置 那鏟子物理效果 良好 我在聽聲音 那鏟子在那邊一直吵 聽不到 我直接出去了 哇靠 非常好甩槍甩到 旁邊的雜草 不要再射旁邊的螞蟻阿 其實有時候我已經瞄到 我還是想要那個 肌肉記憶甩槍 有時候反而害了我 但沒關係 下一槍 也許大概就補回來了 我有時候要拿搖桿 中和一下 玩搖桿的好處在 就是 你會把 你會等那個 轉心到 敵人的身上後才會 開槍 就是慢慢瞄阿 然後玩到滑鼠就會 所以我想用甩槍甩到你臉上 把你 把你臉甩到你媽都不認得 那種 感覺阿 就是玩競技遊戲都會有一種 不良好的習慣 所以 玩搖桿的好處就在於 你可以 慢慢瞄好然後再射 就 耐心阿 用耐心瞄準然後開槍這樣子 反而有時候 想要這樣甩槍不一定射到 然後出來拉一些 拉一些怪阿 他會從那個木柵東園 不然木柵 那邊出來 然後又再回這個 這個龜典小弟阿 如果我在玩決勝時刻多人模式 我只龜在這個狗的地方 我就被開麥罵了 但當然是敵人罵我 隊友肯定不會罵 他們會說我站點站得很好 三槍斃命 我現在 狙擊精英 小村民牛 因為他們都是村民變的 很有那個擊退效果 很正常牛就沒有了 這樣變得很像別的遊戲 現在拿槍這樣敵人撐 變好像很好玩 拿VR差不多效果 但敵人沒那麼多 進來阿 都進來做做吧 他要爆蟲了 死了 母劍 我剛剛先防禦 我預判 左看看右看看 我怕有 奇怪很多角落 OK 幸好這些村民不會拿槍 要不然我真的會被他們 預判到死 他們才是狙擊精英 好又刷新一波了 先把火箭射掉 要不然他在 一秒 一秒鐘後就要把我射成肉醬 然後最終最後的電鋸啦 老祖 老祖當壓軸 蹦 蹦啊 miss okmiss 不用緊張啦 頂多重來打就好 啊 浪費一發 啊不浪費 死了就不浪費 他出門了 他發現他惹錯人 你也沒敲門阿 你就直接床進來阿 你什麼意思阿 美國總統女兒說 你不准失床民宅 哇 燒成炭吧 在省子彈 蹲蹲蹲 那個L一塊爆頭 有機會他們不會爆蟲 我只能說有機會咧 就跟手槍爆擊 把他們頭射爆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 可能不會爆蟲 但有時候不一定 玄學 搞不好有一些就是一定會爆啦 那個機率都跟原版不一樣 有些都是固定班底 演員蟲 牛耳 牛不會掉東西阿 然後這邊就可以進 殺完的話 沒有還沒殺完 還有那個 有在那邊碎碎念怪 還有一隻牛阿 剛剛火箭牛還沒死掉 他是被射到後面 往後看 欸你好阿Bitch 他在幹嘛阿 通常你知道殺完就是 艾蘇莉出來了 就是殺完了 先把他推上去 然後我去開那個 第一張漏剪的 他確認沒扣血阿 他確認沒扣血阿 我不希望我之後再做其他無傷系列 還要這樣子 正面子按 反正這樣 開公式包 關公式包 浪費很多時間 我應該要多相信一點我自己 還有 我應該是被懷疑我是 開玩笑 有受傷 其實沒有踩到夾子或是 被炸藥弄到 然後被震到 其實都沒什麼差 或被雞撞到 在原版裡阿 那我們就進去走吧 我們要來殺狗 然後去 那個村長家拿東西 拿攝影機阿 待會小木屋重點就先講一下好了 反正閃光彈背好了 那蟲 爆蟲是一定爆的 然後超多電鋸 就這樣 盡... 盡力而為 一直往偷離塞子彈就好了 喔沒有要蟲我耍褲 好其實有了 但是我想先把它送上去再存 不然等一下又要重... 重送一次 好存檔吧 好存檔 上去有再生者還有攝影機還有等一下有兩隻狗 我好討厭狗在這個遊戲裡面 都是混蛋 欸阿蘇 老師我瞄準競裝起來 艾蘇電你幹嘛你要單刷 精英怪阿 真是太厲害了 這隻會變成那個鐵醋女了 喔 那可以先射擊發阿 確保他等一下張嘴的時候一槍死 他變身期間都是可以有造成傷害了 在... 我在半年前學到 這遊戲出這麼久 然後... 然後... 然後現在也是... 玩起來也是如此新鮮又美味 就跟舊版的他一樣 然後小汉一直偷學我講話 我殺人 我發現我那地圖可以看右下角那個寶物有沒有拿完耶 現在發現 通常不是要那個嗎 要跟商人買那個... 寶物東西才看得到 蛤? 你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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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下雨了 進來會有下雨聲 然後又沒有雨聲 Don't leave me 每次推個門那個滑鼠就會跑出來一次 到底是怎樣啊 然後射他 射他 射他個兩槍 兩三槍 然後等他變身再射他 就會再繼續扣很多血 神法 好厲害的狗喔 怎麼這麼厲害啊 但是我覺得倒地比較適合你 等你變身你就死定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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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狗 接下來去農場 農場商人那邊才有存檔 登 登 算是有沒有全滅或全收集都無所謂 這個我會 沒有做的沒有那麼... 做的沒那麼謹慎 因為這算只是個... 玩過一次而已 練個身手而已 如果真正要玩那種 比較謹慎的 我是會每張對比 我有沒有拿對東西 東西有沒有拿好 那...那做起來會更花時間 就是要... 徹底了解啦 這邊東西沒得拿了 啊就這樣啦 啊進農場 農場就直接大開殺戒就好了 沒有什麼技術含量 就是一直開槍還有一直開槍跟開槍 然後記得那個火箭炮人再拿就好 這沒放東西了 被第一張的我們拿走 也才五發而已 沒什麼用 我愛槍 我愛槍 巴槓 反正你射就對了啊 不用怕浪費子彈 可以合成也可以用買的 只要你不是都射在... 只要你不是... 在找地上的螞蟻射都不是問題 OK 牛哥想過來,要不要電鋸,電鋸牛哥嗎? 幹嘛偷偷走出來,還躲掉我一槍 這個往後走就有區域限制了 另一個牛哥嚇到我,村民變了 這邊有區域限制,他好像過不來了 這把區域很猛,很厲害呢 好爽耶,根本不怕用完 好緊張喔,那是CS對槍 然後AWP在那個 邊邊角角準備探頭的時候,出去都不知道是誰會先被爆頭 這就是競技遊戲的魅力,他太遠了 他不會再張嘴,他張嘴之後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最一開始會張兩次 然後就沒了 然後就要走到很近才可以再次張嘴 像從牛棚走 就是我怕被牛撞啊,那牛有時候會硬擊啊 這是那個 可怕的中分人 沒關係,我把那個頭髮換掉,應該認不出來 先不要過去啊,這邊還有怪啊 牛,白牛,機槍牛,機槍豬 還有剛剛那個剩下的 殘飯,剩菜 Alright One down Open your fucking mouth 震爆狙擊槍 原本左邊那個是龍子啊,但你不知道 好像開太多槍還是會被聽到 開保險 咚 yeah 癸 衝阿 好啊 好啊 下去又可以存檔了 好爽 剛剛沒講什麼話 我就不用上字幕 先想一下 先看一下有沒有都殺完 然後順便撿這個紅草 搭個夾子 好 待會 其實還有個原因 就是拉到這邊然後後面會生怪 在我 半年前打VR全滅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往前再往後拉 後面會生怪 完全不知道 這邊就不過去了 怕被他們弄 但是他們都沒掉東西 好可惜喔 就是賺一個擊殺樹而已 其實是三個擊殺樹 打存檔吧 待會就小木屋 假裝有炸彈 隱形炸彈 打打打打 彈 好 塞一下寶石了 應該塞藍色 對 Welcome Welcome 賣 三條 剩你 我剩 我剩 我在剩 然後他快變厲害東西了 閃光彈有兩顆 很夠用啊 在那裡面 那個室內也還有兩顆 這邊就是換子彈就好了 準備大戰一場就是準備把彈藥都換出來就對了 也不貴啊 他放在這邊就是給你換完的 OK 就這樣子 給存檔 Come back anytime 登登 登登 最終最後這張最後的存檔 OK 進去 就 幾個步驟而已 電鋸靠你太近還牛還精英怪靠你太近 麥格納拿出來就對了 然後繼續槍一直輸出就好了 嘿 把東西先撿一撿啊 我上去拿獨角仙兒 剛好先把槍送回去 要不然 要撿不動啦 東西太多了 閃光彈兩顆啊 這邊蹲跑好像有加速 感覺上是有變蠻快的 然後對左邊開個槍 他還閃開了 人真好 桌子上的東西蠻多的 給蠻 慷慨的 但是還是建議把那個 子彈給買一買啊 這些怪留在外面打的其實比較好一點 因為畢竟沒有窗戶可以擋啊 能打的越多在外面其實也不錯 因為他們也不會掉什麼重要的東西啊 還有這些精英怪也可以 死在外面沒差啊 但他們身上沒有什麼好東西我就不知道 反正對我來說我就是開槍就對了 好東西啊 無須多言 垃圾二級衝 誰發明你的 這麼肥大 然後第三型態變這麼小隻 我看怪太多我就會先往樓梯拉了 準備打一直線了 因為待會這些打完電鋸要再來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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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戶直接把他打破了 要射就一起射了 就這樣樓梯輸出啊 那個主角來了就是麥格納拿阿文 因為他們的限彈槍不能打退 很難打退 好把他投射罷了 爽到 這邊有沒有要丟啊 想說 能射 用射就先用射的 現在閃光彈很珍貴阿 好這邊又表演了一次 金雞 左轉 呵呵 這邊差很涼掉 但 又拉回來 好這個仇恨值在路易士身上 我們就可以盡情輸出了 雖然也可以用刀斬 但是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你不差那一兩發吧 射一槍都觀察一下 轉一圈觀察一下 這個基本的情報 瞭解你的附近的所有訊息阿 Are you trying to kill me? 實在是射不動了 終於死了 這小怪就 慢慢這樣射阿 雖然現彈傷害很高也可以射很爽 缺點就是很容易射完 主要是怪太多了 但他還是很好用 射不穿 有實驗精神 第二階段馬上往樓上拉 要不然老人就過來了 你看 這邊就一直踹阿 然後卡好樓上 然後卡好樓上 差點殺錯人 這個阿嬤一定會上來 因為來不及了 然後 其實 顧好一架梯子就好阿 這個地方的 這個位置 電鋸就不會 提前過來 就可以先卡一下 把小兵都解決 差不多再去 讓他們去死一死 差點就擋不到了 剛剛就是兩個選擇 我擋你或是 你插我 先拉一下啦 樓上已經快沒位子了 先嚇人 真沒什麼怪了 然後射一槍都算賺阿 沒射到不賺 這傷害很高的 好酷阿 這邊就沒辦法了 快丟 啊 這邊運氣挺好的 上面牛哥沒有急衝 直接抓過來 他耐得住性質 沒刀 沒刀的機會 靠運氣 運氣真好 沒限彈之後 就會那個難度有點高了 因為你沒辦法擊退了 他一定暴衝了 所以這樣子 然後直接狙 接下來 還沒什麼怪 因為殺差不多了 剩下就把 炸兵 炸七炸八這些大便 都殺乾淨 你要把 機槍珠 拿橘射他們頭都很爽 就覺得傷害好高好爽 小怪打一打 小怪打一打 擁擠 先往右靠 因為他 我聽到我覺得他 我看到他丟斧頭 就先往右靠或往左 總比沒動好吧 好剪到...限彈槍彈藥 比什麼都還賺 他要變身哪 他這電鋸也快差不多啦 射那麼多次頭了 該去死就去死了 好擋一下 射一下 可以刀 主要先拿麥格隆射一下電鋸 一個重點之一就是 有時間觀察一下附近周遭情況 他掉了綠寶石 這時候我不知道他有掉東西 我一直按F不知道他掉什麼 那時候拿監禁石 但也沒有很虧 監禁石後面對我來說就是一直換閃光彈或是重型手榴彈用而已 好這樣結束啦最麻煩就 小木屋 很多地方都可以等怪來送頭就好了 這邊就燒到自己 策略性繞繞繞啦 就這樣啦 這張結束啦 下一張比較難啦就開始 顯而異見難度上升 然後就又開始慢慢下降就開始平穩了 下一張打起來是最 我覺得 塞怪塞得最腦殘的 然後就先這樣下一張再見 下降 再次 這樣 按